刚才先提名后表决 你刚才提到说是不是后悔 我想我在 我曾经跟我们同仁讲过 也有同仁老 很早前有问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说我没有什么后悔的 我这个人做的事一向是先悔 就是还没有决定以前 我就先悔过一次 就包括说四年前 我答应说总统和刘院长 到内阁来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先悔过一次 因为我马上就要思考说 我做那个决定的时候 我会承受哪些后果 当然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说你在金钱上一定有损失 那个是马上第一个要悔的事情 就先悔过了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金额 我也了解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 最大的是职场上的一个牺牲 职场生涯的牺牲 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当金管会主委 如果把我那个时候想当任期最长的主委的话 我把任期做完的时候 其实年纪也差不多了 然后有一个公务员服务法的限制 那旋转我回不了金融界 三年内回不了金融界 那等于就是职场生涯大概就是要画据点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考虑过这些问题 也包括很多了 所有事情都考虑过以后 我决定要 所以我是先悔 我从来不去后悔 因为后悔的话表示你原先的规划 和原先的想法 是不周全的 当然我不能期望说 每一个决定都是周全的 但是我尽量把它想过 对 所以我要先悔 至于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一定有 但那也不必去毁 所以我想你第一个问题 我先这样做个说明 第二个人提到说 去年我们讲复明经济 其实就跟去年一样 今天有两个对联 去年对联想明富国强 所以我就把它转回来 就是说我们要复明 那复明其实在这个历史上也有些记载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国家整体 大家不是整体都说负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 都会一再的重复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到去年 我们大家到现在 我们常常大家问一些问题 因为问题其实在五年前就问过的 甚至在十年前就问过的 那如果我们不做一些 比较大的改变的话 我们将来的五年或者十年 还会同样的问题 那等于是国家一些 我们不断的内耗 所以我其实简单的讲 我一再强调两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国内产业结构 必须要做改善 如果那个不改变的话 我们永远我们产业的 附加价值是低的 那附加价值低的话 表示好几件事情是低的 第一它纳税能力是低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 这个政府的财政 觉得不会好 另外一个它给员工加薪能力 一定是低的 这样的话所谓的贫富差距 那大家对薪资 那个水准的不满 一直会存在 所以改变产业结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点 我记得我在过去一年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 融入国际经贸体系 因为这个事情 短期看起来不严重 但长期看起来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因为在2003年 就是这个 这个当时 我们看到全世界所有国家 都开始决定 我们看每个国家 个别去看 都在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说 他们要跟人家签FTA 或者去安排一些 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安排 目的什么 大家都晓得说 这个国际经贸体系 你不能被孤立在外面 那当时 我们因为两岸关系紧绷 所以我们很难做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做 但是也没有做一些 适当的准备工作 如果有些事情你没有做 但是先做准备工作 也还不错 我们这两件事情没有做 所以后来到了这个 民国99年以后 我们开始 因为两岸关系的和缓 我们开始推动一些事情 那尤其是大家晓得像 EQA这些 进一步我们想签一些FTA 都是为了这些做安排 那在黄金十年的规划里 这个总统就讲出了TPP这个目标 那我们现在有人讲RCEP 叫做RCEP 等等 其实也都是小的 其实都着眼一点 就是说 国际经贸体系 你绝对不能被孤立 一旦被孤立的话 我们当初加入国际 世界贸易组织是白加入的 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都是构成我们去年整个 市政的主轴 那我们所谓负名经济 其实 我可以讲它是一个Label 是一个标签而已 真正后面的 我们想达到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大项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两个大项目 能够把这个 整个国家经济基础打好 然后国家经济打好的话 那全民就可以有 这个所谓均负的这个境界 所以负名经济是这样来的 那刚才学会有提到说 这个正所税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 有广告就是说 吃这个也养 吃那个也养 对不对 其实顺手税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你做这样的决定 也不对 做那样的决定也不对的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制度 如果是 台湾是一个 没有资本市场的国家 我们从头去建立一个制度的话 重新建立一个交易所 重新建立一套交易系统 重新配合有一些税制的 不管是交易税或所得税 这些配合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参考世界国家的状况 我们自己做一套 因为我们是 从零做起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是从零做起 我们已经有了四十几年的 这个资本市场的历史 大家已经习惯在 某一种环境之下 某一种游戏规则之下 去做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 这个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去做任何的建议或改变的话 其实结果就是吃这个也养 吃那个也养 但是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国家 它应该有哪些税制 那这些税制 我们怎么把它逐步地完成 我们并没有那种 这么高的企图印象 一步完成 但是要逐步去把它推动 某一个方向去走 其实正常推就是这样子 我们想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我们并不寄望说 一步登天 我想是这样一个状况 好 我想简单一辆说明 最满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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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认识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工作伙伴 今天在这边在座的所有人